台中线花卉业者票选六月花卉 推出了玫瑰PK百合的活动 今天请来两位上半身几乎全裸的model助阵 上半身只有一串花朵来遮住 吸引了很多男生为官 有人话名了就讲了就是来看model的 但这么大胆的演出也让整个活动因此失了脚 带着花圈化身花仙子的模特儿出场 忍不住的尖叫 上半身几乎全落实在惹错 现场男士为之沸腾 明明是票雪花但这会儿焦点全在模特儿 看得开心还挥手叫朋友快点过来 因为不但花圈巧妙挡住的胸部 在一转身之下双勾扶直欲出 背部更是完全放松一览无遗 持足人比花椒男士眼睛大吃冰淇淋 模特儿千两打扮 刷光底片抢进风头 只是这家业者在去年12月 海流报道时 也曾打出全身彩绘削头 宣传自家花卉 巧妙结合模特儿好身材成功博版面 男性看得开心 但是女性看来却认为遭到物化 明明宣传花却反而仍成为焦点 引发争议 东升新闻蔡幸章 SNG小组台中报道